自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不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 刻意升高两岸对抗掉门 甚至狂妄鼓吹战争 台涉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今天再次高调宣称 未来还会从美国购买武器 对此有岛内网友批评 民进党当局是准备联合美国来掏空台湾 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岛内以美论不断升温 为继续欺骗台湾民众 台涉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今天赴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宣称 要展现所谓自我防卫决心 购买足够的武器 并表示未来美国还会宣布对台军售 吴钊燮此番预告 引发岛内网友的议论 纷纷在脸书及台媒评论区留言评论 有网友表示 上次拜登的官员来台 我就知道接下来不久就会宣布军售案 果然 还有人批评声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后 买了多少的军火 真的是准备联合美国来掏空台湾 而除了干当外部势力的妻子 民想当局更不断渲染 所谓大陆威胁 妄图绑架名义 台立法机构 收入进行施政总质询 股民党明代江启臣表示 农历春节期间 由解放军军机巡航至 马祖东营岛附近 台军寄出信号弹反制 岛内舆论忧心 恐引发擦枪走火 然后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却叫嚣 大陆若开台海第一枪 绝无幸存之机 他不是要来试探 他是真的要打你 那第一枪 第一击就是他 贺主就是 我也不能让你第一击 他如果真的第一击 那他如果 他绝对没有幸存 如此荒唐的言论 被岛内网友讽刺是 嘴炮第一 此外 民进党当局还特意选择 十六十七日 在东营岛进行军演 台海巡部门也从十五日起 与台海军舰队 前往西南海域 进行所谓海墙操演 总计十余艘主力舰艇 挑衅的意味浓厚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操弄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今天批评到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私利 干当外部势力 以台制华的棋子 不断谋独挑衅 根本不把2300万 台湾同胞的安危放在心上 不惜绑架他们 成为获利的炮灰 台湾的前途 台湾民众的安全保障 和切身利益 在于两岸关系的 和平发展和国家的统一 而不是指望什么 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 广大台湾同胞要看清楚 民进党当局编织的 以美谋独的骗局 要破除其操弄 反中抗中的魔咒 与我们一起推动 两岸关系 重返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早日解决政治对立 实现台海持久和平 达成国家统一的愿景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能够在祥和 安宁 繁荣 尊严的 共同家园中 生活成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